在1967年在房间是我的家 可是我的迎天和地看起来像一个画 像一个石头 像一个歌声 我的小提琴和我的树很像 很我感动 我生在欧锡克 2月18日 我才4岁 爸爸妈妈都带我去沙格勒布去谈小提琴 我太喜欢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在第一个空事 在试试 我才13岁 我去了李牧去上里爬试 可是弹钢琴 我的妹妹叫安娜 可是她才告诉我 她是最好的钢琴绝交 但是我小提琴 比如我思考 我当做了一个弹小提琴的 我才20岁 就知道小提琴和钢琴 但是我在第六次 看弹小提琴的时候 我才最好的钢琴家 在19号 1880 是我最好的时日 但是我的耳朵却死 但是我1811年 才4岁 有个很好的朋友 明日够告诉我 在欧西课 是最好的 却有一个学校 叫 是 法尼科士马 学校 但是 是小提琴的 有些小孩子 都很喜欢小提琴 你们的 法尼科士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